老叔福林妈咪,我家儿子今年三岁了,很多人都说孩子的年龄也差不多了,过完这个夏天,就把他送到幼儿园去,但是我和孩儿他爸心里都清楚,我儿子不论是说话,走路,还是长个子都比其他同龄孩子晚,而且表达能力相对较弱。 如果不完夏天就把孩子送到幼儿园,我觉得他肯定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,没准还会被小朋友没欺负呢,所以我就决定等他再大一点,如果他能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,讲话什么的没什么大问题,再把他送到学校也不识,没办法,我家孩子就是总比别人晚那么一点点,人家孩子上学拼的是智商,我家孩子上学又要等年龄, 又要拼智商,关于上学早晚的问题,很多家长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,有些家长觉得上学早,对孩子将来有好处,哎呦,哎,我感觉最好不要晚一年,这样会让孩子感觉自己比别的孩子大,虽然刚上的时候吃点力,以后就慢慢好了,我就是比别人大一岁,和他们一个班我都有点自卑了, 也有些人认为孩子年龄稍大点,在学习上接受程度更高,而朋友比,作为一位老师,总体看来,我们班里大一岁的孩子理解能力确实好,上课能跟上老师的节奏,小一些的学起来撤立,成绩不好就会厌学,如果你的小孩坚持聪明,理解能力强也可以早上学, 我自己的孩子就决定晚上一年,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,想让他多玩一年,有一个快乐的童年,其实说学话,孩子几岁去上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, 真正让父母感觉焦虑的,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和学习情况能否跟得上,究竟该以怎样的时间跨度去衡量孩子的成长表现,是每一位家长都应该学习的地方,家长要学会尊重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差异性, 经济接纳孩子与中不同的特质,上学早晚影响不了孩子什么,只有通过后来坚持不懈的努力,才能够改变人生轨迹, 今月话题,你将孩子几岁上的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